在传统排弯竹服饰当中 女性肩膀上披上的传统云肩 是节庆时重要穿戴的配件 不过现在已经很少有部落居民会制作了 因此台东家府中心在兵茂部落开办课程 希望透过培力计划 像是羊角勾织、猪袖等技艺 让部落居民重新学习传统技能 也能够把这项技艺传承下去 居民运用不同颜色的猪猪 专注的一阵阵缝在布上 再搭配贝壳和其他配件装饰 就完成一件只有在重要捷径 才会穿戴的排弯族传统云肩 而又年轻一辈的族人 则是运用不同的缝纫技巧 摆脱传统猪袖的思维 让传统云肩变得更有特色 就是床长会看起来更亮 就不用单一的颜色比较适合 因为要挑出大部分就是要挑 差不多大小的猪猪 因为它每个猪猪的那个大小都多 你要挑一样的话 时间会比较久 我就是想要学一些传统文化 我打开这样不是好了吗 就是传统生理 如果自己会的话 就希望自己的小孩也要学 这是台东加福中心 在冰茂部落开办的传统记忆课程 希望透过培力计划 像是羊角勾织、珠秀等记忆 重新学习传统技能 昨人表示受到时代变迁影响 造成许多传统记忆没有传承下来 担心面临失传的危机 我高兴那个老师就有开这个课子 觉得如果做这个联系 因为我们以前的老人家 没有教我们 他们的图案而且都是很古老的 我们可能很难去 他们也是很少打板 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去做 然后现在老师教我们 就是有打板画图 我觉得可能从前面我们 可能会比较会秀 我们希望是陪伴社区 然后就是陪伴他们去走 找到他们自己的根 然后去走过他们自己的路之后 我们可以做一个陪力 就是陪力他们自己当地的社区的民众 再有机会重新去翻转 他们找回他们自己的对落的文化 冰茂部落族人透过陪力课程学习记忆 并且和自身的文化做连结 除了启发部落族人的潜能 更希望用一针一线 将面临流失的记忆 重新编织回来 就讲解近风向报道